按照战船打造的古民居 大家有没有看过 今天阿静就要带你们看一下 这一座按照战船打造的古民居 咱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栋建筑它是分为 三间两格箱的一个结构 那么为什么是三间的结构呢 这里来自这点 三间代表的是天地人 旁边有两个箱房 很多朋友会认为 箱房它是睡觉的地方 其实它并不是睡觉的地方 这两间箱房是主人曾经的藏宝楼 里面存放着大量的金鱼珠宝 现在咱们进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藏宝楼 它是用三道大门去做这个防护的 我们可以想象里面的物品 它的重要性 里面是非常的黑 显得更加的神秘 阴生恐怖 这个藏宝楼它是一字型的 大概一个距离是15米的长度 可以想一想 15米的长度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它里面能存放多少的奇珍医宝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格 第二格它是整栋建筑的最精华的部分 它是按照古代的战床的形态所打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方的这个顶 这个顶非常有特色 它就是古代战床的顶 宫型的 这里就象征着是床屋 这边就是主人的卧室 里面还有一张古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花瓶门 花瓶门的意思就是寓意着平安的意思 这是主人的书法 这里还有三个老物件 称之为叫顶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物品 这个称之为叫佛湖架 它是主人存放古董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想 有船它必定还需要有海 海在哪里呢 非常有特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第三格 它是一个亭宣 主人当时在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 在这里打造了一个水塘 这个水塘 它就象征着大海 这家主人的身份非同凡想 它是明代著名的康沃工程 官制七城总督 就是我身后的胡宗县 那么胡宗县 为什么要把这栋建筑 打造成战船的形态呢 待会和大家细细地到来 加近41年 明代的第一间城 朝廷的内阁首府 阎松倒台 阎松倒台后 朝中的很多大臣开始散书 弹劾胡宗县 因为胡宗县后期的每一次 加官进爵 都是由阎松大力提拔 因此被定为阎党 加近将胡宗县霸职入狱 侯应民事中暗 加近临时悔悟 认为胡宗县 康窝有功 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并没有将他处死 下子胡宗县 回老家农川营养天年 1563年胡宗县结束了他一生的仕途 已患眼病几经失明的他 带着不甘的心情回到了老家 就建造了这么一座陆明轩 那么胡宗县为什么要把房子打造成战船型的 重点之重 齐一是为了纪念他辉煌的海上战士 齐二表达了他一种无奈 身在家乡 心系战船 上方的天秦 呈一线天的结构 他打破了 辉州传统四随归民堂的风格 齐一表达的是 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 给了他一切天恩 那么最后呢 这里有个知识点 在这个亭座的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半圆形的石洞 它有什么含义呢 它代表的是啊 胡宗县保住了明朝的半地江山